我們就要啟程了 宣告要出發前往舊金山的APEC峰會 92歲的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第七度代表參與APEC 不忘總統交代的四項訊息 我們台灣致力於 區域的亞太區域的和平及繁榮 從區域和平能源轉型 弹性供應鏈到減少數位落差 張忠謀記的一字不差 希望能完整表達我國立場 抓緊機會跟APEC成員互動交流 我會很努力的 要把這個幾個 剛剛講的幾個重要訊息 傳達給所有的APEC的會員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 美國這位重要盟友 國安會秘書長顧力雄 在接受外媒專訪也透露 正在努力接洽 張忠謀跟美國總統拜登 一對一會面 而是在必行的拜習會 當然也要整握 台美之間的互信良好 溝通管道也非常的暢通 對於歷次的中美會談 台美之間也保持密切的聯繫 說跟美國有默契 但能不能藉著APEC單獨 跟拜登相會 外交團隊還在努力 TVBS新聞的立群韋佳琪 台北采放報導